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圖是阿水設計的一個科硬台 在一塊長10公分 寬6公分 高8公分的木頭上 經在一邊挖去一個邊長4公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邊長4公分這是直角 那麼他們求此科硬台的體積 這科硬台的體積怎麼算 你就算這個面 這個把它看成一個柱體 柱體的底面是這個面積 再乘以高,高多少是6 底面的面積S等多少 S的話就整個面積 扣掉這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積 這個面積多少呢 這個面積就是10 那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8 就8乘以10 那減掉多少 底層高 4乘4 除以2 這是底面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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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80-72 這等於72 它再乘以這個高 這我把它看成這個柱體 所以V的話就是等於SH 就是72 就是72 乘以6 62G 672 432 所以是432 立方公分 是1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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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6